歡迎收看電影情報戰 我是林舒嬅 說到金馬獎 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 這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華語獎項 但大家一定都要認識的 是有小金馬之稱的金馬奇幻影展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非常開心邀請到金馬影展 執行委員會節目經理 歡迎情緒來到現場 跟我們聊聊金馬奇幻影展 舒嬅好 觀眾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那情緒金馬奇幻影展 就字面來說 它的奇幻是不是 跟我們的影展內容有點關係 沒錯 就是我們其實是 全台灣唯一的一個類型影展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不管是選片活動設計 都會往這個方向去這樣子 大家可以多聊什麼叫類型影展 我們今天就是要透過 這一整集節目的時間 來跟大家認識一下 什麼叫金馬奇幻影展 裡面可以參加到什麼樣的活動 或者是它今年的主視覺設計 沒錯 我也看到這一匹 繽紛的馬兒在鏡頭上 這是我們今年針對 我們每年都會針對馬這個事情 做一個設計 對 今年的主視覺 然後你可以看到 裡頭有很多的水果 你仔細看它有很多的細節 放大水果 怪物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它不只是奇幻 它有點浪漫 它把馬中變成頭髮 很柔軟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每年 給人家節目的感受這樣子 但是大家應該很好奇 金馬奇幻影展今年是第幾年 今年是第十二屆 第十二屆 但去年2020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錯 第十一屆我們是停辦的 是有停辦的 所以大家就是累積了這個期待 只今年準備蓄勢待發 沒錯 觀眾一直在敲碗 我們來了 我們來了 但是如果對於 比較不太了解金馬奇幻影展的 觀眾朋友們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金馬奇幻影展 OK 其實像我剛剛說的 它就是就選片來說 我們就是一個類型影展嘛 所以我們最基本的單元架構 我們就會有所謂的愛情片 就是一個單元 讓你發酵用的喜劇片 是一個單元 我們也有恐怖驚悚片 是一個單元 我們甚至於收集了 我們有一個經典的 東銀狂響也是蒸 收集了全部的日本片 做一個單元這樣子 所以 但是你說那種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有什麼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叫奇幻影展 所以這個愛情故事 就是都會帶有奇幻元素 所以就節目的設計 就比較是會往那個方向 對 就是比較三八七七 比較不是那種很嚴肅的 要怕看不懂的藝術點 比較不會說這個樣 尤其我知道啊 你進到電影院裡面 來看金馬奇幻影展 幫你挑的所有片 不只是像你平常一樣 就坐進去就坐挺的 是不是還可以唱歌挑 沒錯 這是舒嬅講到 我們很重要的第二塊 剛剛講的是節目 節目選片的部分嘛 那節目的放映的設計 的部分有沒有很大一塊 是結合各種活動 就是我們想要挑戰觀眾的極限 然後參考很多國外很瘋狂的 影展的做法 像我們就有所謂的驚喜場 什麼叫驚喜場 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要看什麼片 就是買票坐定 因為電影開眼的那一刻 才知道要演什麼 這個會讓人家有種神秘感 沒錯 就是我今天買了這箱票進去 我買了驚喜場進去 我要看是什麼樣的電影 然後我就坐定 你就之後才會發現 這我們等一下可以多講 待會兒再戲跟大家聊 但是最主要的是 金馬奇幻影展 注重跟大家的互動性 沒錯沒錯 而且也非常的充粉 聽說每一年都會準備了很多食物 或是很多禮物 要送給大家 像冰淇淋 沒錯 其實我們剛剛說的活動設計的部分 除了驚喜場 我們還有那種不讓你睡覺的跨夜場 唱歌跳 那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充粉的部分就是 我們其實就是第三個影展特色 叫大放鬆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很愛送觀眾的東西 來看開幕片 我們像有年放全支島 我們就全場送紅包 全場每個人都拿得到喔 都有紅包 然後像我們今天的開幕片 當然就會請你 我們會請你喝珍奶 這個我們已經講出去了 所以大家都有得喝不用緊張 那我覺得大家一定最好奇的這一點就是 今年的影展到底什麼時候 影展期間是4月9號到4月18號 為期10天 對我們有50部電影的放映這樣子 而且每一年的影展啊 其實票都是秒殺 沒錯沒錯 像剛剛講 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我們的各種活動場 那絕對都是秒殺片這樣子 然後剛剛說重粉 其實你如果每天晚上7點 你有任何一個場次也可以在現場換冰淇淋 我們也很愛請觀眾吃冰 對送東西 太好了我覺得光是聽到前面這麼一樣 簡單的介紹一下金馬奇幻影展 就夠大家吸引了 所以我們待會就會透過更詳細的介紹 帶大家去更深入認識金馬奇幻影展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邀請到情緒來跟我們聊聊 金馬奇幻影展 但是情緒 我們今年影展裡面有幾部電影 我們有50部 50部電影 但是這是從多少電影裡面 來挑選出這50部 大概有個3 400部 3 400 對 我們試看帶的那個數量 對 但是我們有一個團隊 在幫我一起篩選 我只要看最後我覺得 他們覺得可以其實去你看一下 我不至於一個半月要吞那3 400部 那我真的不用顧問 對 對 對 還可以 但是對我們大家來說 或是對觀眾朋友來說 進到戲院裡面看電影 應該是有種享受 但是你想要從3 400部裡面 要為大家挑選出 值得推薦的50部電影 這很辛苦 還好 興趣興趣 對 每一個影展 它如果這50部來說 我們也不可能馬上 對 對觀眾來說 還是有點太多 畢竟我們影展只有10天 對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樣 一個入門的推薦 我們其實每年 影展開始之前 都會有一個選片指南 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對 那選片指南 就是我們執行長 文天翔老師 我們都說那個就是一個 拜讀大會這樣子 對 對 對 文老師就像個廟會一樣這樣子 他就每一部電影 搭配預告片 講解 用一種深入剪出的方式 一部片只有大概40秒的時間 因為我們有50部片 對 然後那個選片指南 其實是我們每個影展 開始前的一個重頭戲 對 就是那個場地 大概會有六七百個觀眾 然後他們報名也是 都覺得那也算是一種秒殺 就開放報名 五分鐘內就會額滿這樣子 然後但是你不用擔心 現場可以後補 一定會有人不課前啦 就會有很長一條後補的觀眾 剛剛有說我們很重影迷 就是你去選片指南 絕對不是只有 就是聽文老師分享 這麼開心 聽開心 我們還要你有的吃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 請你喝咖啡 走的時候 請你帶走珍奶去喝這樣子 真的是很充分 所以透過這樣的選片指南 所以你就可以更加認識到 我們今年金馬奇幻影展裡面 有什麼樣類型的電影 每一部電影 有什麼樣吸引人的地方 或者是驚喜場 它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提示 沒錯 我們等一下可以多聊 驚喜場的線索 跟我們以前放過什麼驚喜場 如果說到影展 它一定會有開幕片吧 沒錯 今年的開幕片 今年的開幕片是一個日本片 青水蟲大師的新片叫《異變者》 恐怖大師 對 大家會想說 咒院那個導演很可怕嗎 一點都沒有 這個《異變者》 其實它本身也是日本 一套很有名的漫畫 它比較像是奇幻 我們不至於開幕片選恐怖片 因為畢竟大家對恐怖片的接受度 可能不是人人都敢看這樣子 而且這個影片很了不起 它四月初在日本做世界首映之後 在我們《吉馬奇幻影展》 做的是國際首映 等於說是全球第一展 日本之外 國際首映 對 它也有青水蟲 但它就有這個分量 可以當我們的開幕片這樣子 大家一定要非常期待 國際首映你可以多麼的自豪 我比大家還要更早看到這個 等一下還會有一些世界首映這樣 這不只是這一部 對 然後它的內容 它的主演是 林野剛跟陳田玲 也是兩個現在很重要的日本演員 林野剛其實也是有定義的知名度 陳田玲我覺得他正在大紅大紫 那陳田玲在裡頭 就飾演一個外科醫生 一直想要做一個所謂的 一個把你的腦袋激活的手術 他就用一筆錢說服了林野剛 在他腦袋鑽一個洞活血 看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他被鑽洞了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被鑽了洞之後 他只要遮住一隻眼睛 他就會看到 他看到的人就會都變形 就所謂的異變者 舉例他今天看到一個黑道大哥 黑道大哥居然變成一個機器人 他真的收很多錢 你今天消耗這樣的事情 你說遮眼睛靠對 其實這個片子也不是說 單純這麼齊 只是在一些鬼把戲沒有沒有 他其實是言之有無 他最後要講的就是 你每個人 其實你住 你都是有一點空虛的 你都是還是要回歸到 觀看自己的本質是什麼 缺乏什麼這樣 他的一個中心的主旨 他有更深層的意義在裡面 對 所以今年影展的開幕片 就是異變者 記憶沒有 什麼 我希望你去找一個工作 我希望說 脫裂骨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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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是開幕片之外 我們要開始聊主題囉 當然 主題特別棒 對 大家想說什麼特別方應哪里特別 其實應該是我們營戰 一直以來都有針對所謂台灣製造 對Made in Taiwan的影片 對 集結層測 所以這些特別方應的影片 真的是 你不只是看片喔 因為他會到現場跟你進行QA跟互動 回答你的問題 我最喜歡這個類型 對 因為通常你看完電影 就會很想要了解 假如說導演 他對這部影片的想法是什麼 或是演員 他在演出這部電影的時候 怎麼詮釋的 對 怎麼詮釋的 所以在特別方應的這個主題裡面 就是會有引人出示 沒錯 然後今年我可以簡單講一下 今年我們三部特別方應 好 第一部其實是林鄭勝的導演 他從2018年開始就執起了導演 就是拿起鏡頭 然後就開始拍攝一群 紀錄片 自閉症的小朋友這樣 自閉症的孩子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這群自閉症的小孩 他們都在自己的世界裡頭 然後 但他們的世界都非常的精彩 他們每一個人 就是一個自己的行星 然後有各種想像力 都有著外星人要來打 誰要來救 然後他們就透過 繪畫的方式 音樂的方式 把他們的世界 就是他們對外溝通的方式 所以你就看到那些孩子們 都有一些很驚人的 很奇異的畫作 然後這個片子 其實沒錯 它就是一個紀錄片 然後那些孩子在自己的星球上 就是過著很豐富的生活 到我們地球 它其實是個迷路的狀況 所以它影片就叫做地球迷航 地球迷航 對 非常的感人 那在特別放映單元裡面 出了有像紀錄片 對 是不是有影集的信心 沒錯沒錯 我們這一次 因為台灣影集 尤其是今年這兩年 會非常越來越精彩這樣子 很豐富 然後我們有 我們第二個 而且我們的影集 我們以上述 特別放映這三個 都是世界首映 我們就會說我們其實是宇宙首映 對 我們就是第一波 行銷宣傳第一波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 第一個要講的這個劇 是叫做火神的眼淚 火神的眼淚 到時候對 看劇不見得都只能在電視上看 我們是搶先播映 而且是在大螢幕 我們播一二集 那火神的眼淚講的 就是一群打火英雄的故事 對 然後他們不只打火 就是你平常打119消防車出動 他們就是也要開著消防車 消防車去救人這樣子 裡面也會都有提到 對 所以你只是單純的兩集 你就可以給你看出角色本身 就是這些打火英雄們 他們自己角色的生活的困境 然後以及不是說 他們都會開車出去嗎 他們面臨的每個案件 然後每個群眾 有些群眾就是因為 家人生病緊張會對你大小聲 有些人就是你不要控我的媽媽 但他媽媽其實已經倒在地上 就是開著救護車要去救她 就是各種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眾生像 就是非常的就是有 非常的精采 而且很有深度 也可以開放很多的討論 而且卡斯還不錯 重點是卡斯 因為我覺得光看這個卡斯 非常厲害 溫生豪 陳婷妮 然後還有林柏宏 跟劉冠婷 劉冠婷 他們四個都會到 希望可以到現場 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入動 除了這兩部之外 還有一部也是影集 沒錯 這個是比較短版的影集 短片的 然後它是一個2049 它叫2049系列 就是你聽這個名字 就知道是年份 是一個未來系列 然後拍了三組 我們針對其中一組叫做 刺慰法則 講母女的 比較女性情節的 然後我們做裡頭 一到三集的放映 對 然後它的設定 也是非常的緊 就想像在未來世界 然後你如果要看心理醫生 他都是可以直接 把你的記憶給叫出來 那就把你的夢魘整個 噹噹噹給人家看 然後主角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一個心理醫師 女心理醫師 然後跟一個女病患 然後他的這個病患 就上門來求診嘛 然後病患就是纏著他 請他幫我解決我長久以來的夢魘問題 所以這個心理醫師就說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你的夢 你讓我進去跟你一起看 直接把他的夢叫出來 結果他的夢叫出來 他們就被他們那個 那個變換的夢裡圍繞著 結果那個夢魘裡面之後 那個心理醫生就發現 我的天啊 這個夢魘跟我一直以來的夢魘 一模一樣 只是角色幻人 好 我只講到這裡 對 就是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很奇幻 就可以看台灣的創造力在哪裡 嗯 真的 就是一點 他預算其實不高 其實你看那個劇照也看得出來 對 可是就是 不要是那個創意跟那個故事這樣 對 然後主要的演員 而且這個我剛剛沒有講到 還有陳妍飛 就是金馬獎去年的新人得主 陳妍飛他還會到現場 他也有參與演出 然後他也可以來QA這樣子 對 由小金馬資深的金馬奇幻影展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裡面有什麼樣的主題內容 剛剛跟大家介紹過了 我們接下來繼續的聊到的是 招牌在哪裡 之一 對 我們的驚喜場 驚喜場 對 光聽這個名字 感覺就是進去看電影會有驚喜 對 就是 其實什麼叫驚喜 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看什麼片 對 就是你買票進去 那我們 我們再看 我們 這個是我們 本來是跟著什麼 露特彈影展 對 他們就是有一種放映是 你就是跟你講 時間幾點開演 你人進去 演的那一刻你才知道你要看什麼 那我們就決定 就是我們很喜歡挑戰觀眾的極限 所以我們第一年就想說 那我們也來試試看這個玩法 這種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重點是應該會有線數 當然 我們也不會那麼殘忍 其實國外的影展是沒有的 但我們很怕觀眾承受不了 對 我們也怕放了一個鬼片 來了一個不敢看鬼片的 像是一個不好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都會提供線索 我們來跟大家猜明一下 對 就是這樣猜燈明這樣 然後大家就會跟我們在那邊 疊對疊 今年金馬奇幻影展的驚喜場 線索是什麼 來念給大家聽 他說沒有活人生吃 所以這樣應該感覺類型 就是縮小一點 不是這種恐怖片 不是恐怖 對 怕大家被嚇到 就不敢來看 裡面也沒有不用阿飄嚇你 所以也不是鬼片 沒有鬼 也沒有寫流程和 所以如果怕這種寫新場面的 也不用怕 但是有奇幻創意跟滿滿的感動 對 其實就是一個方向 就是今年是走溫馨的 所以誰都可以來看 那我這個猜體範圍是 以前經典電影也可以猜嗎 我們都是芯片 都是芯片 我們都是還沒有上過院線的芯片 國際之間 沒錯 你搶先看的芯片 沒錯 這太難了 如果有人猜得出來太厲害了 我就等你們阿 這大家精心唱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另外這個單元裡面 還有像是當代奇幻的單元圖片 對 當代奇幻就是 也是我們很主要的一個單元 就是放每年 就是比較 有奇幻色彩的重要影片 那今年有像什麼 今年的話 像我們有一個叫做 靈魂候選人 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你看大家看照片 就是一個中繼站 它就是一個靈魂中繼站 它就蒐集到了一個 它就是 它也沒有跟你說 它是在人界還是在天堂 然後這個中繼站裡頭 就有很多的螢幕 然後螢幕裡頭演的 放給你看的都是現實 人世間的每一個人的人生 然後就一直有人來敲門 原來是有一群人 一群他們也不算人 人的形象 但他們其實是已經死亡之後 投胎之前 然後那一群人來了 他們被選出來要幹嘛呢 他們有九天的時間 觀看這些螢幕 然後討論辯論 說出他們的感想 然後他們經過徵選 就有一個人 可以得到靈魂的資格 重新去投胎 所以叫做靈魂候選人 所以就有點抽象 它是在講人的靈魂 其實是不是跟靈魂基礎 有點像 對 然後看到後面你會 它是一個很哲學思辨 然後看到後面會非常感動 所以敢推它 就非常的奇幻 那還有另外一部呢 另外一部是 女畫家與偷畫賊 對 這個也是 劇情也是非常的曲折離奇 就是在挪威有個女畫家 她有兩幅畫 她的重要作品被偷走了 然後他們就循現 追查到了這個兇手 對 然後當然就開庭了嘛 結果兇手就是一問三不知 啊 畫去哪裡了 我不知道幹嘛的 結果你知道女畫家 做我什麼事情嗎 做一個非常出人意表的事情 她就跟這個偷畫賊說 妳可以當我的模特兒嗎 我想畫妳 然後於是 她就開始畫這個模特兒 她不是責怪她偷走了她的畫 不是 她就說 妳來當我的模特兒 然後這個故事就開始了 然後重點是 這是一個紀錄片 其實我很不喜歡選紀錄片 因為我常常選紀錄片 我就是要去跟觀眾解釋 觀眾就很覺得 在哪裡奇幻 你在紀錄片 沒有 這真的發生的事情太扯了 我那個時候看也是 看完也是覺得說 什麼情況 而且我講的只是 這個電影大概三分之一 冰山一角 對 因為她後面發展的真的是 嘖嘖稱情 完全想不到 然後她居然是一個紀錄片 這我想看 我也想看到也現實生活之中 真的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而且這是一個 妳會覺得真的是只有北歐人 才會這個樣子 妳還要畫妳的偷畫賊 誰會 應該就是把畫找回來 跟妳怎麼可以偷走我的畫 我都沒辦法維生了這樣 她居然是要畫她 那我了解了 是不是當代奇幻的這個單元裡面 是比較適合是入門 假如說妳第一次參加金馬奇幻一戰 妳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下層片 妳就可以從這個單元開始 沒錯 這是國際間重要的作品 這個電影也是非常 口碑非常之好這樣子 當我閉上門 我開始畫 我開始畫 這就是我的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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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想 我們有名字 我們有名字 從康判的 我們有名字 康判 我們有名字 從康判的 康判 你應該知道 我們有名字 我們有名字 有名字 他會不會有名字 但我會忘記 我會看她 最好 我會不會找到 我不會找到 哪有名字 你知道嗎 有一個背景 跟黑色 我會告訴你 你記得 其實得真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真是一位神奇 你最狂猛者我会遇见 我看到你做什么 你钥匾我 这就是鲜兵 这就是很迷惊的 他很坏的男人 很坏的男人 我开始搜尋他的画面 他必须知道谁 你明白这个危机 你不要甚至试一下 我真的知道 你不要试一下 我真是假的 我們剛看了當代奇幻單元推薦 接下來我們要聊的是非一般愛情 對 就是我剛剛說的愛情故事 我們也給它一個單元 非一般愛情 為什麼我會叫非一般 因為就是不是一般的愛情 有些奇想像我今年就 我今天帶來要介紹的 就是也是一個科幻設定 就是給你當一個例子 這個片名叫做愛在遺忘蔓延時 對 為什麼很特別 為什麼叫遺忘會蔓延 其實這個電影的背景 它也是一個未來世界的設定 然後這個世界跟我們現在有一點像 它也是在一個傳染病大流行的狀態 但這個傳染病它就是有點無色無味 你要怎麼染上傳染突進沒有人知道 但你一旦染上了這個病 你就是會忘記一些事情 但不是那種失智 也不是帕金森失智 他就是會忘記你生活中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有漁夫在 應該說就有人在海上 然後就打撈到了游泳的人 救起了一個游泳的人 就turn out那個人是個漁夫 他說我開船出海捕魚 然後突然間就忘記了怎麼開船 突然間不會開船了 所以我就只好跳下船要游回岸邊 他就突然間染了這個病 他忘記了怎麼開船的這個技能 這是奇異 然後有人會是睡醒之後 發現床邊怎麼多了一個陌生的女子 那個是他結婚多年的妻子 那個妻子就從他的記憶裡頭全部被抹去 全部就消失了 對 就是這是這個病的一個特徵 然後主角 主角跟他的女朋友或老婆 就是他們是一對男朋友 他們感情非常的好 那男主角就是開始發現 自己好像也開始在忘記 關於女生的事情 所以你就看 他們這麼的相愛 他要怎麼樣記住 這一個他覺得即將要失去的記憶 然後這個電影看到最後很動人 然後你看到最後一個鏡頭 一定會想要回去看第一個鏡頭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遲到 然後看到後面會有點像 那個時候的王牌原家 那招牌單元裡面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非半愛情 接下來我們要聊的是 東影狂想 東影就是大家一般對於 日本的代稱嗎 對 日本 對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 就是都有收集到 因為日本真的很瘋 我等一下要介紹這部電影 是因為覺得 什麼這樣子也能拍成電影 太厲害了 對 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這個片叫 超越無限兩分鐘 那故事非常的簡單 就是主角開了一個咖啡廳 咖啡廳他自己就住在咖啡廳的樓上 所以距離很近 然後咖啡廳有一個螢幕 對 他是在監控咖啡廳發生的事情 然後這個螢幕跟他樓上 房間裡頭的自己家裡的電腦螢幕 是通的 它才可以 相通的 對 才可以 就是如果晚上關店之後 才可以就是開始看店裡面 有沒有招小偷或怎麼樣 那有一天他回到他的房裡之後 他的螢幕亮了 然後那個螢幕就開始叫住 他說 欸 這裡 這裡 就說 蛤 螢幕裡頭有另外一個自己 他自己本人在跟著他說話說 你好 我是兩分鐘後的你 我現在人在樓下 你等一下要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你要到樓下跟未來的兩分鐘的你 說你是兩分鐘後的你 他的邏輯就是這個樣子 對 而且 這麼有點燒腦的感覺 對 他非常 而且最厲害的是 它是一個一鏡到底的線性拍攝影片 然後創造出這種非線性的邏輯 就是終極的時光科幻點 好難以想像 因為你說它是一鏡到底 可是它又有點像是 預告兩分鐘之後 它自己本身會發生什麼事 對 他們那群人就靠著 原來我這個螢幕可以互通 我可以看到兩分鐘後的自己 再看到兩分鐘後的自己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兩分鐘 無限延伸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到未來 他們就想辦法要破解 這一個所謂的 像個時空的一個狀態 他邏輯是對的 就是如果我們一直無限延長 這個你未來兩分鐘 是不是我就可以預測到 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 然後就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當然 這個是一鏡到底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就是有日本人才拍得出來 這算日本人獨立直片 沒錯 你看那個影像結構就是比較是 因為他們本身是個劇團 這是個舞台劇 對 所以就是 就是他們就 而且好像是用iPhone拍的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才可以這麼的靈活這樣 我在網路上沒有看到花絮 他們這個是時間真的要算得非常好 默契之間也要很準 對 還有你放的影片 你那個每一個影片都要先錄好 你回過頭去 未來自己跟自己講話 自己下樓之後 要跟未來的自己講話 就是這個邏輯 一秒之差可能就 對 你要一直很專注去想 才不會從他的邏輯裡面跑掉 這部很特別 這有點像是時間科幻片 沒錯 沒錯 這也是我們比較標準的 奇幻影展的精神 我常常都這麼覺得 所以這一部 片就會在今年的 東影狂想主題裡面 這部叫做超遠無限 兩分鐘 對 三分龍的 中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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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2分後の僕 で、僕が4分後の僕 夢の中へ 僕らはずっと いつまでたっても 僕らはずっと 今何がどうなったんですか 時間に殴られた 剛剛我們看了今年金馬情報銀展的 招牌單元 接下來我們要聊經典單元 對 經典 以往的經典單元 是不是都會比較著重在謀 因為導演 然後他的作品有哪一些 今年特別 今年是在聊什麼 今年比較不一樣 今年是因為 是逢科學怪人這一部影片 這部影史經典 他是1931年拍的 今年剛好是90週年 所以我們就針對科學怪人 做一個小專題的介紹 但大家以為科學怪人就是 所以我們單元名字叫 科學怪人之父 是因為我們是針對詹姆斯惠爾 這個導演所拍攝的科學怪人 但不是從馬力雪來 因為這個書本身 小說本身是1818年就寫好 就出版的 改編的 對 但我們不是從文學的角度切入 我們其實是從電影的角度 那其實如果大家現在在講科學怪人 你都會想到就是那個臉方方有了 螺絲起疑的那個形象 然後臉凹凹凹的 看起來有點嚴肅的那個 那其實這個就是 詹姆斯惠爾的 鏡頭底下的科學怪人 是非常的單純 善良 善良 然後他其實沒有想很多 那其實要回過再往外延伸 其實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 科學怪人其實也很常出現在 庫文文化裡面 對 那其實 詹姆斯惠爾導演 他就是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同志導演 你看 他其實是1889年出生 所以1990年代是他的成長期 活躍期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你看他本身在那麼保守的年代之下 他是一個同志 男同志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就可以把那種 壓抑的 不被理解的 放到 對 邊緣人的心情 放到了 家住在這一個科學怪人的角色 那你覺得科學怪人是他自己本身的投射 我自己會這麼感覺 所以你看 你看我們的三部片下來 要連著看 我這邊可以順著影片介紹 就是會有那種 你會投射幾大同理心 像他第一部 三一年拍的那個科學怪人 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介紹出 他怎麼創造出科學怪人 然後這邊就是介紹出這個角色之後 你只是看出說 他其實是很純真的 雖然他還是有傷害人 但都是為了自保 他是一個 當然是設施衛生的靈魂 因為他才剛被創造出來 只是他有一個很可怕的外星 所以大家都懼怕他 然後第二 他的續集電影叫 《科學怪人的新娘》 這也是影史上 可以說是很成功的續集電影 1935 對 四年之後 通常續集電影都拍得比前一集差 完全沒有 這個《科學怪人的新娘》 他的故事就越來越多 越比較豐富 就是科學怪人就出去了 然後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他就發現自己 非常的渴望朋友 所以他在裡頭會一直喊著 Friend 他很想找朋友 他也交到了一個眼盲的朋友 那個眼盲的朋友會音樂 然後教會的科學怪人怎麼講話 所以他就開始 他的第一個字講就是 朋友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 比較是介紹出科學怪人 他很孤寂很孤獨的這個本群 對 這就是詹姆斯惠爾的科學怪人系列 那這個導演他在年長之後 他老之後自己出了一本自傳 然後這個自傳就被拍成了一部電影 叫《眾神與野獸》 所以這一定要搭配來看 《眾神與野獸》的故事就是 他請了伊爾麥克連 就是那個甘道夫 對 甘道夫跟萬磁王 演過這個角色 這個英國聲是伊爾麥克連 他來飾演 詹姆斯惠爾老了之後的樣子 就是照那個自傳拍 然後就是有一天 他們家來了一個圓釘 精壯的圓釘 就是年輕的肉體 然後那個是布蘭登沸雪飾演 那個時候他還俊美 就非常的可口這樣 這個圓釘來了 然後發現這個老人好像要染指他 那其實事情的真相不是這樣 順著故事看 最後他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東西都會扣回到 這個孤獨的主題 這個自我厭惡的主題 這個壓抑的主題 所以其實你如果是先看了 《科學怪人》《科學怪人的新娘》 之後再來看《眾神與野獸》 從了解導演之後 再去看導演創造出來的 這兩個角色 是真的會心碎 對 這個區域適合連著看 就是都要一系列的 對 就會非常的有感覺 因為我知道《眾神與野獸》 那時候還拿到了 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改變劇本 沒錯 那如果是除了這樣之外 《科學怪人》 它有沒有再延伸出 更多其他作品 有 其實我們這次還放了一部 就是我們只是四部的小專題 你看它是30年代的美國電影 《眾神與野獸》是 98年的美國電影 我現在要介紹的這個叫做 《風潮的幽靈》 它是70年代的西班牙電影 就是女主角安娜托蘭 等一下螢幕上看到一個小女孩 非常之美麗 然後她在村莊裡頭 跟著村民一起看了《科學怪人》 就是31年《科學怪人》的這個電影 然後看完之後 又被姊姊跟姊姊這樣聊天 她就相信了科學怪人的存在 那有一天她就在他們家的古倉 那邊發現了一個大腳印 她進去發現一個躺著的人 她就想像了科學怪人出現 對 她就生信 這個就是她的科學怪人 她就去照護這個人 就是其實那個時代背景是一個戰亂的時代 她是一個逃兵 她遇到了這個男子 然後其實往後來看 這是一個有點悲傷的故事 但小女孩她不知道 對 她照顧到最後 這個傷兵怎麼不見 她的科學怪人怎麼不見 對 這個也是一個影史經典 經典如果不在科學怪人的單元介紹的話 也是很多人會 就是她就是一個有名的片 《風潮的幽靈》 對 妳如果有看完這個影片 再去想一下就可以理解 其實都是那種從孩童同志的眼光 去看這個成人的世界 那種溫柔的那種脆弱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就算她不在科學怪人之父 我們今年這個經典單元裡面之外 她搞不好也會在影迷許願池裡 對 她其實也被許過 她也被許過很多次 因為在每一年的金馬奇幻影森裡面 影迷許願池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跟大家互動 請聽大家的聲音 妳想看什麼電影 就用什麼方式 就是我們現場會有備版 然後妳就去跟工作人員要舉 那有些人會自己打一些A-Force 常常想逼死我們 然後直接去現場貼這樣 有些人去看電影 她會自己在A-Force上面打了 我要看什麼電影 對 又是很厲害的影迷 我就覺得哇 因為我們每次影展結束 我就是 真的是就是我自己 我們影展組的節目部的人 你們都撤場之後 大家走光我們就去把那些便利貼 一張一張撕下來 那我就會一疊 然後回到公司 就是找一個下午 把他們全部Key成大盤 這樣怎麼會見到 我每次選了 妳的這些片子 我都跟影迷說 欸你們要來還願喔 你們不要給我許願不來還 妳要來給我還願 許了還不來看 對 我真的就是覺得 那我幹嘛選 然後又有影迷超可愛的 就是例如說 她選的片被 她許的片被選上了 她就每一場都有看到 拍票根 然後PO到我們邊 對 跟我們證明說 我有來 我有來 這樣子 非常可愛 好可愛喔 所以這是影迷許願池 那像是今年的影迷許願池有什麼 有一部也是跟 我覺得跟ET是同等級的 叫做七寶奇謀 妳聽過嗎 妳出生了嗎 沒有 1985年的電影 她演的時候我也很小這樣子 我自己重看才發現說 我小時候看過 我被她嚇過 但我是看了一下資料 裡面還有現在的巨星 小時候 對對對 因為你想想看 她是一個1985年的電影嗎 裡頭有什麼 就是復仇者聯盟 那個大壞蛋 薩諾斯 薩諾斯 對 那個角色 他在裡頭是一個 青少年的樣子 然後還有那個 魔戒牛的山姆 他在裡面也有演 對對對 可以看到很多巨星 他青澀時候的樣子 對對對 七寶奇謀 就是七個小孩子 其實這個電影很厲害 你看她還啟發了後面就是拍那個影集 怪奇物語 對 就是七個 這些小孩子他們去探險 去尋寶 然後發生了一些奇幻的過程 我知道七寶奇謀這一部電影 它是很多導演都是 不敢接下來說要拍續集 對 跟要重拍這件事情 因為它太經典了 對 它裡頭 你現在 現在來看都不會過世 除了這一部之外 一許願之下另外 今年還有放一部法國動畫片 嘉莉春三姐妹 這個也是超級經典 那故事很簡單 就是一個老奶奶 她一個人隻身遠渡從洋去美國 幹嘛 救她的孫子 對 她孫子其實是一個成年人 可是是個自閉兒這樣子 然後很喜歡騎腳踏車 然後在越野賽的時候 被邪惡的美國人給綁架 綁去美國 利用她的勞力這樣子 利用她 然後這個是一個 你如果等一下看到她的畫面啊 就是跟我們平常看 什麼皮克斯的動畫 可愛的風格是完全不同 音樂也非常的不一樣 有 我有看那個片段 我覺得她裡面 很有藝術感 對對對 非常 你真的是會大開眼界 而且很好笑的是 因為是法國人拍的 她裡頭就是一直在暗訪美國人 愛吃漢堡又很胖這樣子 但是她的自由女神都是胖的 還幫美國人看了會不會生氣 對對對 所以今年的影迷許願池 剛剛除了講到七寶七寶 還有這一部電影就是 佳麗春三姐妹 我只會有這部電影 我會和你平常看 我會在這部電影 我會永遠當地的 我會從前面 我是一部電影 我會永遠當地的 我會永遠當地的 我會永遠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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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快樂 我會永遠當地 我的天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金馬奇幻影展的重頭戲嗎 扛把子 不讓你睡 為什麼是不讓你睡 因為我們就是在捷運的最後一班 讓你搭最後一班捷運來到戲院 看看看到天亮第一班捷運送你回家 最後一班捷運到第一班捷運 之間的跨驗場 這不就是很晚然後到隔天一大早 然後連續看幾部 看有時候三部有時候四部 看我們的怎麼安排 看片子的長短這樣子 那今年安排的主題是 我先可以講一下去以往 因為我們有過恐怖的 我們有過醫院風雲這個可怕恐怖的遺跡 然後十周年的時候其中一組 跨業場我們做兩組 其中一組是異形 大家比較熟 異形一二三四 對 然後今年因為之前都太嚴肅了 所以我們今年想要好笑一點 我們就做了一個 喜劇嗎 喜劇對 威爾法洛的一個運動喜劇單元 但是妳剛剛說之前那個恐怖片 我覺得很好奇 誰都半夜去看恐怖片 我一看就看 很多人來看 而且我自己也有去看 但是我 我是在一個工作的地方 就是工作區 我作為是沒有人的 我好像看到兩年都還是三年 我真的太可怕 我覺得太害怕 因為那一區只有我一個人 像鬼屋一樣 我就自己跑掉了 那你們有沒有給大家一些什麼 心靈上的安慰 其實就像我們說 我們很寵的觀眾 很喜歡送觀眾各種東西 就是像那一場 我們那時候第一次是做醫院蜂蜂 剛剛講的那個執行長文老師 他就跑去買了三百多顆包子 然後就在中間發送觀眾吃包子 每個人都有包子吃 當宵夜 沒錯 然後我們其實那個禮品 也一直有進化 我們餵飽大家肚子 我們也有送過面膜 讓大家邊敷邊看 很棒 對 然後今年就是要保護妳的眼睛 所以我們今年會送妳夜黃素影 對 很好 很有梗吧 我看到隔夜我需要 妳就去保護一下眼睛 然後可以看到天亮 對 所以今年妳說威爾法洛 對 她的三個系列 就是從她很有名的那個 王牌標峰 王牌標峰 一路到冰刀雙人組 冰刀雙人組 冰刀雙人組 然後跟 灌籃大帝 semi pro 灌籃大帝 就是她都是演運動 像冰刀雙人組就是 知有名 就是兩個角色他們都是男生 都是溜丹仁冰刀下面 然後王不見王 然後有一次就是 在觀眾面前大吵一架之後 就被禁賽 禁賽之後 可是他們都很想滑冰怎麼辦 她為了要付出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史上 絕無僅有的冰刀 男男的雙人組 對 然後裡頭就是有一些 最王牌的招式叫鐵蓮花 大家去Google這邊 礙於節目的限制 對 又跟一些跨下有關 對 那個鐵蓮花 我們有做成跨業的劇照 在那個手冊上 對 因為就是 鐵蓮花就是她非常的經典 然後因為其實實在是太可恥 而且裡頭 你如果看其他片 看什麼灌籃大力 你會學到很多美國 罵人的彰話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單位就把它叫做 不要臉的那種尺度無極限 尺度無極限 這感覺很適合欸 適合威爾法洛 讓大家來哈哈大笑 威士喜劇 沒錯 而且很妙 我發現原來世界上是 不是 不能這麼說 應該是說影迷圈裡頭 有威爾法洛的粉絲 對 有人一直跟我說 我要去看全部的尺度無極限 來 你來看 我們除了跨業場 我們其實還有一般場的幫忙 對 如果覺得自己好像沒有辦法 不睡覺的觀眾也可以嘗試我們的一般場這樣子 那除了跨業之外 特色還有什麼 最厲害的 大舞廳 對 就是我們最招牌的 就是大家每年搶票搶封的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說的嗎 你一般就像進電影院裡面 你就是坐頂 然後可能吃頂都吃吃飽飲啊 喝飲料 那這個金馬大舞廳是 它就是你不需要正經為座 你可以唱歌 你甚至可以起來跟我們一起跳 我想要站起來大唱大跳可以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不會有人阻止你 因為大家會陪你一起唱 對 我們就做了一個K歌場 歷年來做過什麼 可以做好多啊 做什麼紅模仿 LALALAND 然後做冰雪奇緣 那些有我們的片子 梁山伯也有 最有名的是我十周年做梁柱 梁山伯也有 K我們自己華人一片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很經典的機率 因為來現場 來現場的觀眾平均年齡很高 對 都是我們的爸爸媽媽媽 還有爺爺奶奶 重點是他們都唱不出 你說是兩三部 你注意看那一場 對 那一場非常之驚訝 對 然後今年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想說 因為剛剛不是有 政治不正確嗎 有那個 有那個 時度無極限單元嘛 然後我們這個就是想說 要正經一點 所以我們就來K 兄女也瘋狂 這有正經 有正經 至少人家穿兄女袍 喔 所以今年的 這K歌大舞廳 就是金馬大舞廳裡面的 K歌場是 對 我們要唱的是 兄女也瘋狂 裡面那個經典的歌 I will follow you I will follow you 對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 一起來唱 對 哇 很有趣耶 我覺得光聽就會 讓人家很信說 我如果今天就是 置身在這個 金馬大舞廳裡面的現場 就是大家身邊的人 就站起來看自己 對 我們兄女會 會起來搖擺 歡迎跟我們一起搖擺 哇 很棒耶 沒錯 所以工作人員很辛苦 還好 還好 我們就是要扮成修女的樣子 下去娛樂觀眾 每年重要的使命之一 但是大合唱的話 有字幕嗎 就是我們其實會把 一般看電影都是投中文字幕 歌詞的部分 我們就會投英文字幕 我們不會那麼殘忍 要大家背起來 大家是有得看的 不用擔心 就跟原版也是一樣 對 英文字幕 對 英文字幕 那除了剛剛有說的 修女瘋狂之外 還有一個是到最新才公布的 沒錯 沒有在片單裡面 我們今天先偷偷讓你知道 其實是我們 才要兩三天才要公布的 對 剛剛是女嘛 K女場的 叫K男場 對 我們唱男兒王 對 我們的華語代表 男兒王有得獎啊 對對對 就金馬獎 去年底的那個 因為大家一直在敲碗 就是為什麼不唱 K男兒王 被他們敲碗敲得好煩喔 可是好好奇的 男兒王可以怎麼玩 這個等大家聽到 我們就是會有一些 扮裝的人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扮裝加入 然後一定要先練歌 這個就是給大家的一個小提醒了 記得要先練歌 然後也可以扮裝來 所以不會有任何人笑你 就是跟大家一起 然後融入在這裡 不要害怕 好 那剛剛是講 比較偏唱歌的部分 有跳舞的部分嗎 有 就是我們主要的COMBA 什麼的狂歡場 這個真的敢用狂歡 兩個字 就是我們的大經典 叫洛基恐怖秀 洛基恐怖秀 其實你要說它的故事嗎 我可以簡單說一下 故事一下它的背景 故事就是 你就想要是一個1975年的電影 對 然後主角叫做法蘭克博士 他就是一個 你看不出他是男是女 他的真實性變未知 但看起來他就是 請一個男生去扮女生 看起來是一個男扮女裝的角色 他呢 就是剛 剛創造出了一個完美的人類 叫洛基 就是其實他有呼應到科學怪人 他那個片子雖然是一個 邪點經典 但其實也是某一種程度的 跟惠爾的科學怪人致敬這樣子 然後他創造出人造人 創造出那個完美身體很精壯的洛基 那個小褲子肌肉就是幾塊肌的這樣 他就要幫洛基在他的古堡裡頭辦一個party 就這個時候外面就有人誤闖古堡 誤闖古堡的一對男女 就是年輕的蘇珊沙蘭燈 他是一個就是非常保守的小女子 跟著他的未婚服 那就看這兩個 到了這一堆妖魔鬼怪的城堡裡頭 還有一些不男不女的啦 沒有穿衣服的 然後他們怎麼樣到這個古堡 從害怕到最後被解放 對 這個是一個影史上 我剛剛有講邪點片的經典 欸 情緒 那個情緒 是慢慢的對一臉上去 對 一臉上去 就是超high 大家會跟你們一起唱歌跳舞 然後這個影片真的是 也是一個超級大奇片 然後在1975年 英國跟美國同步上院線 美國只做小部分的院線放映 然後票房慘敗 影評就是影評之差這樣 所以這一部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覺得 認定是一個失敗的電影 然後下片進二輪之後 紅了45年 40幾年現在還在演 到現在 我覺得疫情可能有停演 但疫情 如果沒有這個疫情 他就是一路演演演演 然後他就 之後就演發出 你知道在國外的傳統是 他們不只去看電影 他們自發性的會 跟螢幕的人互動 對 然後他們也開始會辦妝 所以開始延伸到現在的傳統 對對 所以國外就是從那之後 四十幾年來每天晚 就是每個放映的晚上 都會有一群很死忠的魚 做這個事情 他就變成了一個文化 對 變成一個現象 然後我們也是想說 我們很好奇一個台灣觀眾 其實我們本來只要做一屆 就是2009年只要試試看 觀眾可不可以 試水溫一下 試水溫 然後我們就有各種配套 我們除了請人來辦妝主秀之外 我們怕觀眾不嗨 所以我們自己也有人去當暗裝 跟剛剛的修女一樣 我們會有一群標準的金馬大舞群 對 我們也會在裡面 然後就拉著觀眾一起唱歌跳舞 但我覺得到現在應該不需要暗裝了 因為這個每一年都是秒殺的 對 第一年之後他們就好喜歡 然後我們就把它定下來 就變成像是定幕具 就是固定 就我們的combat 真正的combat 這很嗨喔 因為這是每一年金馬奇幻影戰裡面 他們必要的大活動 對 秒殺片 對 這個已經成為他們的特色了 沒錯 所以就是期待大家也可以一起變裝 到現場跟他們一起同樂 對 而且我們螢幕上會投指令 你不用擔心 你不知道該做什麼 準備好手機 準備好鑰匙 準備好揮舞什麼東西 來帶著輕鬆的心情 沒錯 你人來就對了 去玩就對了 所以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情緒 來跟我們一起聊金馬奇幻影戰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今年的時間 今年是4月9號到4月18號 大家可以上網路上面 或是官網上面 來 follow 他們更多資訊 謝謝情緒 謝謝 謝謝舒芳 謝謝 謝謝